进入冬季气温转凉 森林溪内的枫叶近期也陆续转红 优质的环境搭配这样 红红糊糊的景象 也让许多游客感觉是到日本一样 也停下脚步拍了许多照片 留影做纪念 我觉得森林溪这边的枫叶都还蛮红的 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天气也很好 所以这样拍起来就觉得还蛮漂亮 因为它这边有鸟居 就是搭起来就还蛮日本的感觉 就是如果有朋友就是想要来拍这种枫叶 我就是还蛮推荐三菱系这边 就是今年都开得还蛮不错 非常漂亮 空气又好 然后景色清新 那现在枫叶正红 浮寿山也有类似的风情 但是这边条通比较近 非常的舒服 这边的环境 一定会再来 三菱系枫叶季的登场 园区内种植了许多品种枫叶将陆续转红 园方表示 在这个月份正是最好的观赏时间 也欢迎游客前来欣赏 三菱系的枫叶季 现在刚开始 可以维持到我们的叶底 目前三菱系所种的枫叶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最火红的植叶处 另外还有我们的台湾原生种的 这个枫叶季 以及我们的清枫 目前台湾数一数二的地方 三菱系也算是其中心 欢迎各位来三菱系赏枫 这个叶是最恰当的时间 先愿叶季额特别向民众推荐 三菱系枫叶季叶季叶转红的美景 不属日本 邀请民众把握时间前来旅游 好好欣赏 我们三菱系的空气好 风景好 现在要向大家报告 我们三菱系的枫叶转红了 邀请到我们专家的好朋友 一定要来三菱系 来欣赏我们的枫叶 欣赏风叶 不必跑到日本 来到三菱系 就真的漂亮 真的壮观 所以问候在这里 要向我们全国的乡亲推荐 来到三菱系 牵手好风景以外 再带到最佳战的三菱系茶 伴手礼 和亲朋好友分享 一场合唱风曾致邀请民众 在东京能够前来南投旅游 像现在这个季节里 现在各地区都有相当别致的景观 一定会是一趟十分美好的旅游体验 记者卢依卡 珠山采访报道